這樣我就想知道,秦國一個打六個,他有什麼辦法找到這麼多人馬幫他呢? 其實歸咎於他一個很完善的兵役制度 這個制度可以幫他動員起碼二百萬的兵力 嘩,二百萬的兵力 其實以前人做的研究是,秦國每十人就有一個是秦軍 所以基本上都動員了整個國家的人力去打這個統一戰爭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叫他做全民皆兵呢? 可以這樣說 他們當兵的時候,對他們來說會有什麼好處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當年不是統一的年代 其實有很多個政權或者很多個部族在這裡 分散在中國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那些兵員,有一大部分人其實是由戰夫、奴隸 或者是本身秦國的一些平民來組成 在這一方面呢,當中其實有很大部分的其實是一些平民 或者是一些比較地位低下的戰民 他們是可以靠打仗這件事來換取他身份的上升 即是可以靠打仗升職 是啊,其實秦國當年,我們其實中學老師也有教 其實有一件事是很有名的 就是雙央的軍公似雀祭 其實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你只要在戰場上面斬一個敵人的人頭回來 即是你成功這樣殺一個敵人的話 你就可以拿他的首級回來換取一個等級的著位 但相反,如果你自己同伴之間在武鬥或者打架 其實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全體一起受罰 所以基本上秦國人是最怕的就是大家自己為來的衝突 而引致到一起受罰 但相反,他們是很渴望戰爭的來臨 因為可以幫他們自己改頭換臉 即是有仗打 那就可以有發揮 有發奮機會 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是啊,沒錯 假設他是一個罪犯 或者他是一個奴隸出身的人 在當年 其實原來他可能 斬敵一手 即是第一個人頭回來換的是 換的是 他的身份得到解放成為平民 可能再拿第二個首級回來換的時候 可能是令到他的家人都可以解放變成平民 嘩 那真是好著數啊 當兵 是啊 即是他可以靠軍隊來改頭換臉 而且以我所知 是否好像史記都有記載過 他們長角的兵的樣貌 即是打彈尺立 左一個人頭 右一個人頭 對 都是繼續追尋一些未死的敵人 其實是 他們 所以我們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巡軍看到他們輕裝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不想那件盔甲 去加重他全身的附綁 然後令到他追尋敵人的時候不方便 所以他寧願打大尺立 就是打大尺立 寧願我多拿幾個人頭回去拿賞賜 對 更好過保護自己 所以其實可能真的不要命去追尋敵人 我都覺得很恐怖 對 其實這裡以下是有少許的資料 我們看完展覽之後覺得挺有趣 於是就看一看 其實原來每一個巡國的人 他們定時定後 原來是需要當作一個義務 去幫秦皇去做一些軍旅上的服務 其實我看到 他每一年 裡面就有一個月 需要在他本地的郡縣 你知道秦國其實已經不走分封了 他已經走一個郡縣的制度 所以原來他說在一個士兵每年 裡面有一個月 都是要幫郡縣的軍事 軍事的據點做一些維修 做一些工程 勞役 但是之後他一生人一次 可以說 一生人各有一次 每次維期是一年的服役期 原來分別就是要去守邊疆 另外就是原來要去首都 做防守部隊 防守部隊算是禁軍呢? 其實可以是 可以當是 我相信他們是以這件事 感覺到最好 像現在英國英女王那種 禦林軍 定期 在白鴻公調防那種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 這種制度 是能夠令到秦國 在打一場這麼大的仗的時候 能夠一動員 就可以動員一百萬二百萬的人出來 去打燃之後 而那班 在旗下幫秦皇打仗那班的士兵 是完全覺得是值得的 即是能夠靠戰爭來改頭換面的 幫助自己 所以其實難怪為什麼 秦軍 有這樣的制度 也有這樣的後勤 可以令到他成功這樣 橫掃以往的六角 我亦都相信 如果你出來工作 你老闆想發分明的話 員工也會有更大的推動力 是的 起碼不是很負面的事 是知道我落力的時候 可以得到更加好的滿足 其實呢 但是Paul 我看到的就是 他們的兵器 應該是有些配合的 即是不同的兵器之間 的配合應該是不錯的 你昨天在兵馬俑 看到的感覺是怎樣 我看到有 劍啊 矛啊 戰啊 戰車啊 有不同的兵種啊 有些就是 射老的兵 通常跪在這裏 有些呢 就好像是拿劍的武士 有些就是拿老的兵 有些就好像前線 都穿得比較少規格 我猜可能是偵察部隊 還有呢 你有沒有留意呢 我們所說的 拿老的巡軍呢 其實他們普遍是 都是配備了 都是配備了 戰馬的 所以其實呢 我們看到的巡軍呢 其實以前的騎兵 其實並不是 騎在馬上面 然後拿著一把劍 在那裏 沒來沒去 反而是 似乎是 拿著一些路 然後就是遠距離 攻擊敵人 即是類似現代的輕型卡車 是啊 其實也挺恐怖的 你想想 這樣一堆騎兵出來 然後還這麼遠距離 可以攻擊到你 走過來 你走過來 就馬上走 所以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 我們所說的 例如 楚池裡面 我們看到 楚國的詩人 他會歌頌自己的國家 是楚軍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戴長劍是 歉秦弓的 其實秦弓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可以在這些文學的背景裡面 我們看到原來秦國最出名的是什麼 其實原來是一些軟射兵器 即是 弓呀 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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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我們看過電影英雄裡面 有一幕大家都很憎恨 就是 秦國那些弩的弩 弩得好像下雨一樣 是啊 所以其實 有這種事 種種的判斷 其實我們覺得 秦軍並不是 守一輪攻擊敵人的 其實並不是 是靠手上的劍 走過去真的跟他格鬥 其實並不是 只是癱瘓了敵人的陣地 然後才派輕裝部隊 衝過去格鬥 所以我想這件事 其實能夠令到秦軍很有效地 發揮一些優勢 也可以令到人員傷亡減到最低 對 對 還有呢 我昨天看的那裡 好像也看到一些石甲 是啊 那些石甲 其實很厚的 是啊 但是你覺得那個感覺是怎樣 我昨天也在場 我估計可能是 只是被 坐在戰車上的將軍用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的秦軍 其實從他的制度 從他的 我們看到的兵器的 分配 我們覺得他應該是 打輕裝的多 反而可能重裝的 只不過是一小部分 對 還有一個想法呢 會不會是兵馬俑上面的 那些甲 不是金屬制 而是石制 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其實可能 有兩 現在有兩批的想法 第一批就可能說 其實石造的 其實根本是太重的 沒有可能在實戰裡面用的 可能是一些裝飾 或者一些儀仗性質的 我們叫做軍事裝備 嗯 而且昨天也看到 上面有一個 將軍的兵馬俑 是沒有穿過規格的 對 沒錯 但其實這裡已經是有 兩個將軍 所以這些儀仗 都是等我們西歐港味的 考古學者 再發掘 才可以再了解 希望這個兵馬俑 是能夠繼續這樣 繼續發掘出來的時候 能夠做好這些保育 那令到我們更加了解 這個二千年之前的文明 到底它是怎樣運作 還有它有什麼可取之處 是可以繼續留給我們現在的後世 嗯 那順帶一提 其實呢 兵馬俑原本是彩色的 是啊 但只不過是它發掘出來的時候 因為當時其實是 七四年至七六年左右 那其實呢 那個文物修復的技術 是沒有發揮得好 那所以呢 其實它一掘出來的時候 是沒錯 它是有 它是有這樣的顏色 但其實很快就已經風化了 是 我聽過當時一些訪問 當年的考古人員說 一掘出來 都看到面部有面部藍色的油彩 但一陣子已經掉了出來 變了灰了 是啊 所以其實當時西安那一邊 其實就已經說 如果我們是發掘了它出來 但破壞了它的色彩 即是留不到最好的資訊給後世的時候 可能真的就這樣等它 保存在地上 好了 但最近它說 當它發明了一些科技 我們昨天看到的 好像是藥水來的 是的 它是將它們一掘出來的時候 就立刻滴下去 盡量保持色彩 你都保持到它大部分 即是原有的樣貌 可以說 而且在這個問題之下 我知道現在碑馬洋其實是掘不出來的 是啊 所以其實 他們一直在說 這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文化遺產 各位聽眾有機會 都很強烈建議大家 過一個西安看看遺跡 是啊 其實一生人去一次是值得的 絕對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希望下一個星期再見到各位 好了 再見 再見